好 感謝新潔助教用心的這個規劃 各位之前有這個PBL被我帶過的同學嗎 對不對 有些熟面孔 OK OK 好 現在你們是這個距離國考 可能還有一段時間 那各位前面幾場有參加嗎 因為前面幾場比较多 他們很優秀的講者分享的是一些 國考準備的一些這個心法 對不對 那我這裡 因為我自己有兩個小時 所以我待會可能會著重在 如果說你是這個一二三年級 就距離國考還沒有這麼緊迫的話 你要怎樣去建構一個比較完善的概念 然後這樣之後 國考就不用花太多時間複習 還有怎樣去找國考題 以國考題為學習這樣子 好 那我本身是一一一期的 那我自己本身在以前學生的時候 是當過很多屆的 那個共筆的總召 所以手上握有比較充分的資源 像是當圖書館一樣的角色這樣 那大家有就是說 這樣子的話呢 不知道你們期班 有沒有這樣的一頁人物存在 對 這個的話就是 資料都有同一個人來管理的話 之後會比較方便 我後面大家會分享到 那當然為什麼這次 王正康老師會有找我來做這個分享 因為我本身在以前學生時期 就是對生化非常有興趣 就是我們瘦袍都會拍那個瘦袍的照 對不對 十年前的時候拍這個 你看你知道我手上拿的這個是什麼嗎 這是當年第五版的Lineger 第五版 你們現在第八版了 三年一版 所以已經九年以上過去了 因為那時候就我很喜歡生化 然後每天都抱著他在讀 所以後來瘦袍的時候 就是大家可以選一個喜歡的東西 自己拍照 所以我就抱生化 我還有另外一個同學是抱病理的 好 那我現在本身是在這個 復健科當住院醫師這樣子 那當年生化當然是有獲得 生化優良獎學金 生化優良就是你當年 這個成績第一名的話就可以了 當然是有九十九分 這我可以說一輩子 這個很驕傲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待會會有幾個流程 第一個就是會先講一些先輩知識 然後兩個部分 生化跟病理的這個我建議的一些 研讀的一些技巧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業術很多 我今天不是補習班 不是要來跟大家講說 這些考題怎麼破解 我是會用很多考題來印證說 為什麼這樣子念書方法是有效的這樣子 所以大家不要說看到三百頁嚇死了 以為今天要講到晚上十點 沒有 其實中間這些考題只是稍微帶過去而已 那最後當然會有一些針對各位之前 已經有填了一些表單嘛 裡面有一些同學 有問很多類似的問題 把它整理起來分享給大家這樣子 好 那我們的生化是在醫學醫 病理在醫學醫 以前不是 就是以前在十年前那個年代的時候 他們兩個都在醫學二 所以就很多人就醫學二直接放棄掉 現在你分散兩個 感覺就是比較危險嘛 對不對 因為以前就是醫學醫比較簡單 然後大家醫學醫 洗完之後就幾乎快過了 然後醫學二就開始亂點 反正這樣也會過 那現在分成兩邊之後 就是兩邊你都有 感覺比較困難拿到的分數這樣 好 那目前的話 就現在從基礎醫學一直學到臨床醫學 我們的臨床醫學基本上是 能夠建立在各位學過的像藥理 病理的一個知識上面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聽學長姐講過 就是你在基礎醫學學這麼多的學分裡面 只有兩個以後臨床會用到 就是藥理跟病理 其他什麼解剖 免疫 寄生蟲 你以後去臨床 基本上不會有人問你這個 也不會有人care這個 但是你這個病理藥理要怎麼學好 就是你要先了解正常 上一堂課 那個黎澤瑞有分享 我跟我這個很一樣的類似的概念 他也是花一個金字塔 就是生理是一個正常的狀況 所以你要先了解之後 當然病理藥理才學得好 那但是更基礎的人 就是為什麼這個生化很重要 就是這些生理的這些 例如說訊息的傳遞啊 這些為什麼這些分子可以有這些原理 他們更基礎是奠基在生物化學之上 好 所以我就有時候會說一句話說 放棄生藥病臨床不給力 就是你想嘛 你那個之後進臨床 你在學臨床知識的時候 如果你這個生理藥理病理 這三理當時沒有好念的話 你要花很多時間重念 你可能當時一二年 三四年級的時候都看共筆而已 所以就要花很多時間重念很累 但是這只是臨床不給力而已 你還是可以做臨床是嗎 因為在我們臨床 大部分都是按照該賴做事 按照指引做事 就是說我碰了個病 我趕快去查 這個病目前怎麼診斷 各位上過PBL嘛 一定是說 這個病目前要查診斷條件是什麼 要做什麼檢查 還有什麼 然後最後給什麼藥 現在因為網路太發達了 這個臨床你還是可以混得很好 只要說你會查資料 你記得夠手就都可以 所以頂多是不給力而已 頂多是賣人家半排 但是如果你放棄生物化 我覺得你的人生被糟蹋了 為什麼講這麼嚴重 各位有沒有發現 最近很多新聞 都有在講很多命醫 什麼高職也可以看診 首先派一個高中生來 賺的都比你多 外勞還會動手書 對不對 所以想 因為我們現在的臨床醫學 都是按照這些指引在做事 都有很多的routine 一些常規的治療 你不符合常規 如果你太有創意 還會被告 所以就變成說我們感覺好像不太需要用到腦袋 我們很多事情都是在一個反射之下 所以現在命醫這麼多 你們能夠考進來這個醫學院一定是當年很會唸書 腦袋比較不錯 那你不覺得你的腦袋就浪費掉了嗎 你的價值在哪 你的價值就在於你會生理藥理病理 還有更基礎的生物化學 你的價值就在這 因為你知道更原始的這個原理 所以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 有更充足的信心這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想說 反正就考試嘛 對 就放棄它了 當然如果你今天是剩下一個月 那當然是放棄這無可厚非 但如果你們現在是一二三年級 你們還來得及的話 我覺得是為了以後 這個在 甚至現在還有可能AI會取代我們 這麼嚴酷的這個社會當中 就是生化還有三例真的是很重要 OK 各位有聽過這句話嗎 就是鐵鏈的一個強度 就是怎麼決定的 就是你在拉它的時候 一定是從最脆弱的那一環開始斷嘛 對不對 你就想你所有的臨床知識 就像鐵鏈一樣一環扣一環的 那當今天有人要考你 一個病人來的時候 哇 就你好像在接受 這一個強度測試一樣 你覺得你的某一個科目很好 你可能就一直加強它 但沒有用 因為到最後會讓你 就是力不從心的 往往都是你一開始放棄最弱的那一塊 同樣的道理 還有這個你一個木桶 它的儲水量是決定最短的那塊板子 有各位聽過這個短板理論 像是我們很常 就是說被老師refer說 你去念一個主題 做一個報告 讀一個 多學一個什麼新的 因為現在臨床知識一直在更新嘛 新的知識 然後你在讀那個paper的時候 其實很多都牽扯到很多基礎的 一些這種深化基礎的概念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哇 這個你現在要吸收新的知識 就好像水桶要把水裝進去一樣 你反而是因為你當時最不會的那幾個科目 而影響你現在新知識的吸收 所以我前面講 花了五分鐘講這麼多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放棄這些東西 雖然感覺很困難 但是對於未來一定是有好處的 好 各位都知道國考的參考的指定教科書怎麼找 對不對 就是要去考選部的硬考人專區 我每次還是要放這一個 因為我在醫院帶那個實習醫學生的時候 還是有人不知道耶 對 就很奇怪 對 好 那我們的深化呢 是有三本指定教科書嘛 上面就是寫的有三本 就是最左邊這個是Thomas 然後中間Linerger 跟你們 你們現在用的是哪一個 馬太嗎 你們現在是用Linerger 哦 因為好像之前也在時間改成馬太 好 那 病理的部分 很簡單 大家知道就是這些什麼 大啊 中啊 小啊這些東西嘛 對不對 這個應該就不用再多說了 好 那 各位之前如果有上過的評論 應該也有存取過教科書資料庫嘛 對不對 沒有存取過的 趕快記下來 那這些教科書怎麼找 我知道有這些書要念 那我哪裡找這些書咧 當然是有很多 線上很多資源嘛 各位還沒存過的 趕快把它存下來 深化的這個研讀技巧的部分 各位有沒有買這一個 這個是Linerger的中文版嘛 而且這個蠻新的 這是第七版 我十年前的時候用的是第五版的中文 那個時候已經做得不錯 這個第七版的中文 有啊 有啊 在場有人有買嗎 沒有 那我今天有帶實體書 你們傳閱一下 讓你們感受一下有多好 好不好 你看那麼厚 但是他這一次的新的改良分子 你們就想一下 大家可以體會一下 因為你們可能是上過家 還沒上過嘛 就是說這一次的這一個新版的 真的是做得蠻精美的 蠻精美 蠻好的 很值得收藏一本 好 那裡面的章節這麼多 對不對 你們如果有上過的同學應該記得 深化章節 主要有分成 一開始講一些結構的 比如說是講一些能量跟代謝的 最後是分子生物學吧 那你有空 你看你如果像我一樣 從二年級開始就很有興趣 你就每天一直唸的話 你當然可以全部也唸完 那當然我現在講的就是 唸這個中文版就好了 對不對 因為是真的你沒有什麼其他事情做了 像我一樣 就是我那時候 我比較邊緣人嘛 沒有什麼其他事情做 所以我就是中文跟原文一起看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們 欸 只要沒有空 看這個很美的這個新版的中文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真的很忙 你想說不想花這麼多時間在這個上面 我們只要看重點就好了 我這邊有我 看這十幾年下來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章節呢 我用橘色 那特別重要的 就是特別容易出考題的 我畫了這個紅色的字體 那這個同一篇到時候給大家 可以回去對照一下 看看你們覺得我這樣子 欸 這些紅色是不是真的是重點的地方 好 因為我已經不太清楚 現在你們在學院上課 就是那些章節的比重怎麼分配的 那至少我自己的感想是這樣子 好 那生物化學的這個精髓是什麼 因為裡面都是在講很多的反應嘛 比如說誰變什麼 用什麼酵素嘛 對不對 什麼反應 所以它整個 最重要就是在講機制 最愛考的是這個機制 那所以機制的重點的話 如果你看那個文字就很累嘛 那機制的重點就在這個圖上面 所以重點的精髓就是它這本那麼漂亮的書裡面 畫的每一個圖 那你就想說 哇 這裡面四百多張圖怎麼讀啊 那我當年在2016年的時候 哇 七年前 那個時候我就是 因為我念完了很有心得 所以我把所有的圖就是整理成一個PPT啊 我發現哇 裡面有四百張圖耶 然後就有開課啊 然後在 然後就是有幫 因為我是一一期跟一一二期這樣上課這樣子 然後去詳細講 這四百張圖 每一張圖你只要讀會了 你知道每一張圖在做什麼 基本上就沒問題 這為什麼中文版很重要的吧 對不對 你如果看英文的話 你應該看完第一張就沒有這個性質 那我覺得這那麼多張圖要讀的方法 可以分成四個面向 我們第一個叫做 同一個章節裡面的圖 要做系列的比較 就是我們現在先專注在同一個章節裡面 好 現在我接下來這四個方法 我每個方法會用幾個例子來做示範 那我們第一個就是要示範 酵素動力學還有DNA修復的部分 有學過的應該記憶有心吧 對不對 這些都是每年必考的題目嘛 對不對 好 像是這個酵素動力學是不是非常常考 這一個什麼KM VMAX的部分 那有很多人可能就直接背這個 那你這時候如果你手上有那個中文的 你就可以知道說 KCAT的這一個是誰的反應系數 那ET又代表是什麼 這個ET是這個Mz的濃度嘛 KK是說當我的Mz已經全部飽和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反應速率常數 那你有了這些概念之後呢 你接下來就要去系列比較 接下來這一章節出現的各種的導數圖 各位還記得這個導數圖吧 應該有印象吧 就是把這一個圖片 因為它是曲線的 我們把它做雙導數變成這個圖 然後是不是接下來就有一系列的說 如果今天是這個競爭型抑制的話 它在不同的抑制程度下 它的速度會怎麼變化 你加了多少 它哪些點不會動 有印象嗎 這個就是 接下來它連續舉了三個例子 第一個是這個競爭型嘛 然後non-competitive 還有uncompetitive 它有三種不同的 你這時候就要把這三個來做一個連續的比較 你就可以一次搞懂這一整個章節 想要考你的概念 接下來你們每一次的 每年一定會考一題這個 而且都不會超出這些圖的內容 好 那各位知道怎麼去搜那個國考題嗎 你們有沒有用過這個雅膜 前兩堂課在講藥理學的那個 蔡毅廷的同學她也有分享 她也是這樣 她也是用雅膜嘛 那例如說我想要去學習 這個酵素動力學的部分 因為酵素動力學那個 那個方程式不叫做 Macheles-Menten的Equation嘛 例如說我就搜Menten 然後就找錯很多題 可是因為其他科也會考嘛 像是這個藥師也會考這個啊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這時候你要申請會員 因為上面講說你沒有會員嘛 沒有會員就沒辦法鎖定考試科目 你有會員的話 你就可以去新增說我要搜哪一個考試 因為裡面它有很多嘛 有藥師的治療師的 什麼考高中生物奧林匹啊 內專都有 你有了會員之後你就限說 我就是要看醫學醫的 不過也要記住 你在搜的時候要順便搜醫學二 因為以前就是剛剛講過嘛 在大概四五年前 深化是放在醫學二的 那你就可以搜到我們考過的所有 跟這個酵素動力學有關的題目了嘛 對不對 這個是最新 就是最近的一百 一百十一年第二次就考 如果說今天它的這個受值濃度 非常 受值濃度極小的時候 那這個速率是多少 然後 它有一個類似題 像是一百年第一次 那如果濃度遠大的時候又是怎麼樣 它都是考這種很概念的問題 像我們知道 KK或者AM就是那個轉化數嘛 對不對 Turn over number這樣子 就是說 它能夠 你如果說 完全的可以直接反應的狀況下 它一個進去可以多快就出來的一個速率場數 那如果說是受值濃度遠大的話 那是你不管加多少 它的反應數量 因為它已經飽和了 那就是零極反應 然後你看它這個KK的分支 除以KM的題目就是一直出嘛 什麼數以外代表說它這個效率越加 然後這個圖啊 那這個圖是哪一種移植劑啊 然後甚至它叫你代入去算的嘛 所以像 每一年每一次一定都會考這個酵素的題目 然後一定都不出剛剛這些什麼KM VMAX 然後什麼 這些 第二個是我要舉例的就是這個DNA修復嘛 各位在如果一開始先讀第八章的時候 第八章在介紹這些核幹算的時候 不是就會講一些基礎的 像什麼ATCG的結構嘛 那這個他們如果受到一些紫外線的話 就會變這個Dimer 二具體嘛 然後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你們讀到25章的時候 是不是就會學到這個 你各種不同的DNA修復的方式 它應對的是怎麼樣的Damage 怎麼樣的損傷 要用什麼 那 例如說它就出現這張圖 所以 當我今天有受到一些光害的時候 你有這個二具體 你有這些二具體 你要怎麼去把它處理掉呢 你就需要像這個光劣解枚 然後它用這個FADH的幫忙 然後把它解開 那這張圖 就是這幾張圖就很常考了 例如說我想要去搜剛剛這件事情 有沒有考過什麼 我就在亞摩 然後我指定我的考題範圍 然後我說我要搜光解枚 看看這個光解枚之前 我曾經被考過 然後就有啊 就說如果要把這個Dimer修復 需要什麼FADH嗎 剛剛圖畫這麼大給你 它圖畫這麼大對不對 這個很明顯就是重點 然後你看說 哪一個不能修復它的傷害 就是剛剛那個圖嘛 那個每一個要對應它修復什麼傷害 Mismatch最上面那個就沒有 然後我們再回來看 我們看Mismatch它就沒有 其它的話都可以修一堆有了沒的 Mismatch就比較簡單 它就要修那個傷害 那這個張還要系列比較什麼 就是這個每一個修復方式 其實它都有自己畫一個精美的圖出來 譬如說Mismatch它就花了兩張圖解釋 第一張圖跟你講說 為什麼這個假計畫很重要 有假計畫它才知道誰是舊的 誰是應該被修的 有假計畫之後 它在用第二張圖跟你解釋說 那我這些修復複合體 什麼MUT SL這些東西 它怎麼找到 然後怎麼把它切下來 如果今天是下一種 比如說Base Eccision的話 它也有一張圖跟你講說 它每一部用了什麼酵素嘛 譬如說它為了把這些 是不是要Polymers 然後Single Strain Biting Ligase這些 如果是單純的切除修復 它就會跟你講說每一部用什麼 Gycolysis 然後Endonucleus 然後如果是最後的整個一長串 你要把它切掉的話 它有了酵素的名稱又不同了 這個是Exo 剛剛是Endo Exo Ligase 這裡每一張圖 就你根本不需要去看那個內文 因為如果說你去看那個裡面解釋的內文 都非常多嘛 看到演化來 不用 我們就只要把這幾張圖 直接一系列這樣看完 然後去比較 類似的步驟 它用的酵素哪裡不一樣 這個系列比較 然後你所有的修復的題目 應該就都可以拿下 好一樣 我現在想要搜 Mismatch Repair 這個東西曾經有沒有考過 就在亞模這樣打 各位注意喔 在亞模搜尋的時候 不要打超過三個字喔 打超過三個字它就會模糊搜尋 然後你就會發現 找出一堆你不太需要的東西 所以頂多就是兩個字 最好能夠一個字 對就是你就找一個 你覺得最有可能出現在考題裡面的關鍵 你看嘛 來這個很新的嘛 100年第二次 你看這個 第一個作用鎂 如果你剛剛有記得那個圖 你第一個你要把那個 簡易切下來就是這個 Glycosylase 糖肝鎂 如果你是要單獨切除一個 像這個就蠻智障的 這個基本題一定要拿到 好 那這種核酸內切脈 Axium case是什麼 那你剛剛如果看那些圖 你就知道說你不同的修復方式 它的鎂的命名是不同的嘛 對 你知道這個其實是核肝酸切除修復 才會用到這一個 然後假激化呢 你是幹嘛 剛剛第一張圖 在mismatch前就跟你講 假激化就是要辨別誰是需要修的 欸 mismatch是要什麼 假激化 然後 哪一個不直接參與 因為Glycosylase很愛考 剛剛已經考過一次 然後這次是反過來問你 它不參與mismatch的 然後還有這個 有時候它可能會搭配一些臨床的 那個深化的教科書 那個中文版也一樣 就是它會在上面畫一個那個醫學符號 就是那個翅膀的那個醫學的符號 只要它你看到有一段它有那個符號的 就是說這個是跟臨床有相關的 就是說你今天這個概念在臨床可以怎麼使用 那有這種的地方你就要特別注意 就是可以跟臨床結合 哪一種修復會跟一種病有關 還有像這個有一種皮膚病 也是這個跟那個受到影響造成的 好 那剛剛我們講的是第一個方法 就是你同一個章節裡面 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概念 但是它的圖是可以去比較的 剛剛那麼多修復 但其實步驟不就是那三四步嗎 直接把它切下來 誰接誰這樣子 就把那些校數的名字都對起來 就一個系列比較 基本上就考不出這個範圍 第二個的話 反而比第一招簡單 就是就不知道為什麼有幾張圖 它本身就已經在講一個機制 它不需要跟人家比較 它就是一個重點 那同樣它就一直反覆考 那我就拿這兩個 一個是同體的生成 另外一個是救命反應來舉例 那同體生成 各位應該要記得吧 就是同體 為什麼要有同體 因為我們的能量不夠了 所以我們就趕快肝臟去製造 對不對 然後產出三種同體 乙烯乙酸β腔肌丁酸跟丙酮 然後就可以去其他的 像是腦啊肾臟啊肌肉去使用 那為什麼會有同體生成 是不是因為它今天可能糖尿病 它的糖沒辦法利用 或是說它飢餓太久了對不對 生酮飲食飢餓太久了 所以它的這個都拿去糖質新生的 這個草溪乙酸被用光了 然後所以檸檬酸循環進行不下去 所以乙烯乙烯只好回去去做同體生成 OK這個就是這一張圖 就告訴你這麼多東西 我根本不用去看前面的那些敘述 我只要知道這張圖上面所有的字 想要跟你表示什麼 為什麼它要畫這些箭頭 一定都有它的理由 你看這個因為它經過那麼多的改版 它每張圖都已經是最精緻化最重點化的 那你看每年同體應該也都會考慮到兩題 哪一個不是 那如果你剛剛那張圖有記得 就知道說它是誰產生的 然後要運送到什麼地方 誰不是同體 那這個就是更基礎了對不對 好如果它今天很餓還要病的時候 這個不可能發生 就是它會產生很多同體對不對 好BC株 那秉二西腐脈的話 它是乙西腐脈的病人來的話 它就拿去做同體 所以這個當然沒辦法升高 那是你有很多能量的時候才會做的事情 然後因為糖尿病的話 它這個同體有一些 Catal Acidosis 就是我們在臨床 你們之後去這個新陳代謝科 很常學到的一些糖尿病的併發症 對啊 那這個就問你一些原理這樣子 你這個就真的蠻重要的 因為之後你們去臨床 到時候新陳代謝科 你們又會再被問一樣的問題 就剛剛這些同體怎麼來的 為什麼它會銅酸血症這些 你看像這C點像是錯的很明顯 什麼無法被身體利用 它就是要利用 所以才做出來的 好 這個哪一個組織有 就是剛剛講的肝臟 好第二個我要舉的例子 就是這個SOS反應 這個應該比剛剛的同體生成 比較難有印象對不對 因為這個是分子生物學的 一直以來大家都是比較不愛那個分子生物學 所以裡面的圖更是比較發人問津 這個SOS的反應很經典 就是如果說今天有個平常細胞 沒有那麼多的修護的激素在循環 那是因為有這個LexA在抑制它們 讓它們不要一直去轉路表現出來 那如果今天有個很大範圍的破壞 露出了single strain 單骨被露出來 所以今天這個REC-A就可以去結合它 結合它之後 就促進了一個蛋白裂鹼酶酶的效果 把LexA給破壞掉 於是就避失不住了 所以所有的修護的蛋白質全部都跑出來 救命反應 見過我剛剛這樣講 有沒有有一點印象出來了 那光是這一張圖就講了很多機制 那這麼多機制也是超愛考 你看這個107年這個印象就很深刻 因為當年我是104年考 我們先回到104年考的時候 這是它第一次出現 然後那個時候就基本上在這之前不太會考 然後就大家好像都沒有學過這件事情一樣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我有看圖 所以就只有我會這件事情 你看這個SOS的話 到底是為什麼可以讓它那個調控 LexA 就是因為它發生了它這個裂解的反應 然後後來接下來這件事就一直考 100年考一次 他只是換個方式問 他的機制 是因為LexA的自我裂解 排除了 他就沒辦法去當作operator去抑制 然後100年現在又考 他是什麼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當今天那個出題老師 他那個題庫用完的時候 他會想說我要出一些新的 他就是一樣 他就是想說哪一個才是重點 他拿了那麼多時間去翻 你那個書裡面的文字 直接看圖 圖一定是很重要 他才會畫成圖 所以要他沒事畫那麼漂亮的給你幹嘛 那要同一件事就可以一直出 好 剛剛我們分享了兩個方法 第三個是你要去不斷聯想 就是有些時候一張圖很簡單 不像剛剛那個裡面有這麼多機制 應該怎麼三秒就看完了 你這時候反而要想說 如果這張圖這麼簡單 那他會考什麼 那就是去看一下上面有沒有標一些校數 有沒有標一些特殊的分子 是曾經在其他張出現過的 然後你就去不斷的聯想 你從一張圖聯想到下一張圖 又出現一個新的校數 你就一直去找 有沒有同樣一個反應也用到它的 你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一次複習完超多東西的 我接下來要示範一個 比如說我看到一個追話反應 追 OK嗎 追話反應 那我要怎麼去聯想 我待會會用到章節非常多 但如果說我待會的這個思路 你們能夠全部理解的話 基本上你每次考試 就可以直接多會兩題 因為待會這幾張圖 每年都考兩題以上 甚至還會考到三題 好 各位知道什麼是追話反應嗎 就是這個唐姐作用跟唐執新生 各位已經背到爛掉嘛對不對 考到爛掉 這個不用講 已經是重點 那有幾個不是說 它是一個不可逆的嗎 它不是化學平衡的 它是不可逆的反應 所以就必須要從這個Pyruvate回去 那這樣回去的時候 它因為不可逆 就有幾個特別的效素 第一個是不是 就是丙銅酸的追化 Pyruvate carboxylase 然後變成草西乙酸 草西乙酸 再經過Pep carboxylase 變成磷酸新成比銅酸 我都一直講那個中文 因為我就是會一直念那個中文的那本書 所以每一個分子都可以很順的講出它的中文 你們也應該要練到這樣才行 為什麼因為中文才是我們的最熟悉的語言 很多時候都這樣 比如說如果你一直去念它 你就會跟那個分子特別熟悉 這個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我們就一直看原文 當然是訓練你的這一個 以後讀原文書的效果 但如果你今天是為了要準備考試 你真的這樣很有興趣熱忱的話 你這些中文的翻譯有落實的話 之後在很多時候你就更容易幫助你聯想 例如說我看到這個唐植新生 我就會想到說它的第一個重點就是 因為它有一些不可逆的 所以它要用這個丙銅酸追化酶 那你看到這個丙銅酸追化酶 你要想到什麼 你是不是要想到生物素 因為這個酶最重要的重點 就是它寫在旁邊的 我這個酶它叫Biotin Biotin是幹嘛的 有沒有印象 Biotin就是它有一個可以動的一個壁 連接在Lything上 它可以把這個CO2加到你想要的分子上 丙銅酸變成草稀里酸 這叫追化 對不對 那你看到這個生物素 你要想到什麼東西 你看到這個丙銅酸追化 你要想到什麼東西 你是不是要想到補缺反應 就是你在一個我們的這個C2AC cycle裡面 你如果今天有任何一個東西 缺少了不見了 讓它反應不見了 是不是要從其他地方抓 剛剛這些CO2就出現了 這個丙銅酸變成草稀酸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補缺反應 因為草稀酸被用掉 這個就進行不下去 這就很重要 你就想到這個補缺反應 是不是已經從原本的14章 跳到第16章的內容了 然後接下來 你剛剛我們講說想到生物素嗎 那為什麼這又要放一次呢 因為剛剛那個生物素 是第14章講的生物素 你說第16章 它生物素還講了一次 為什麼同一件事情 它要講兩次 而且還畫一個更細緻的圖 因為它現在就要帶到一個 第16章要帶一個更重要的觀念 就是這一個生物素 它可以去帶這些集團 這樣跑來跑去嘛 對不對 它待會接下來就要提 有很多其他事情也可以做這個 那我們呢 先回到上一步 就是你看到這個生物素 你還可以想到一個東西 叫做丙希腐梅追劃梅 因為剛剛我們講的生物素 就是去帶那個嘛 所以在三碳的脂肪酸分解的時候 各位還記得脂肪酸要兩個兩個碳拆吧 就Beta oxidation要兩個 所以今天如果激素碳的話 它一定要先加一個碳 怎麼加就是用生物素嘛 加 讓它追劃 多一個碳之後 是不是就有這個丙希腐梅A了嘛 那有這個丙希腐梅A之後呢 才能夠去 例如說用一些變位梅的方式 例如說這個甲基丙二希腐梅A變位梅 把這個碳 轉成Sysilco 是不是就變成一個常戀沒有知戀的四碳 就可以繼續氧化 那有丙希腐梅A追劃梅 你是不是就應該要想到 那應該也有乙希腐梅A追劃梅 這就是一個聯想 那剛剛我們還在這個第17章 你又想到第21章了 因為乙希腐梅A追劃梅的話 就是很重要 你一開始要進行這個紙質的合成的時候 你第一步就是乙希腐梅A是原料 你要多給它一個CO2嘛 然後它才能變成丙希腐梅A 然後才能夠進行脂肪酸合成 生物素又出來了 你看生物素就是這麼重要 好 那你看到乙希腐梅追劃梅 你是不是還會想到 吸基載體蛋白 因為在這個脂肪酸合成的時候 脂肪酸合成就是要一個一個往上接嘛 它要從原本的這麼短的 然後一個一直往上接過去 一直把新的乙希腐梅A加進來 怎麼做到 是不是它有一個 這個吸基載體蛋白會一直攜帶它 讓它一直延長 那這個吸基載體蛋白的結構 也是一個很長的 它就是剛剛我前面賣的關子 這個生物素跟它 是都是有一個產品 可以讓它去攜帶 讓它彎來彎去 攜帶各式各樣的集團 那你看它的結構 有這個 裡面有這個泛酸的這個結構 那你看到泛酸是不是就想到輔酶A 輔酶A最常考 就是它的這個結構裡面有這個泛酸很長 整個輔酶 它是有這樣的一個組成的 你看輔酶 我們每天就 每次就一直在講 什麼什麼輔酶 什麼什麼的 但是最基礎 這個輔酶到底本身是什麼 你這個結構在其實在第八章的時候 就已經講過了 好 那你看到這個吸基載體蛋白 你又看到 你又還有你剛剛我們講這麼多次的生物素 就回到第剛剛十六章 它為什麼要通 要一直在講生物素第二次 就像它要開始介紹這個生物性系神 同樣的東西你可以 都是生物性系神 它們可能都是用Lysin去連接的一長串 然後可以去做不同東西的轉位 那第一個就是這個E2 那第二個就是剛剛講的這個追化酶 還有這個吸基載體蛋白 好 那你看到生物性神 你就會想到剛剛這個E2 E2就是二氫流氫酸轉引吸基酶 那這個E2它在哪裡 是不是在丙銅酸脫氫酶複合體裡面 就是在這個E2 它就是這個長長的 它負責把這個RT轉過來轉給 讓它產生這個乙烯腐酶 讓它帶走這樣子 對不對 好那你想到這個丙銅酸脫氫酶複合體 就是在這個 要把這個Pyruvate拿來利用的第一步 它要先把這個Pyruvate 把它變出來一個二氧化汗之後 它是不是有一些輔酶要使用 像TPP啊 硫氧素焦磷酸 然後一些什麼 Repolyate啊 然後NADH 那你看到這些傳媒 你是不是就會想要脫縮反應 因為它是要把那個二氧化碳拿出來 對 它把那個二氧化碳 這個脫縮反應 那其實同樣的脫縮反應 有很多類似的都會發生 除了剛剛講的這個丙銅酸脫氫酸 脫氫酶之外 是不是這個在融酸循環裡面 要變成Sacinio-CoA這邊也是 還有在這個氧化脂鏈氨基酸的時候 也是同樣要用到這個 那這個脂鏈氨基酸的話 就是我們不是有三種嗎 像是白氨酸 一白氨酸跟解氨酸嗎 它們就是在過程中會產生這個有脂鏈的 所以就需要這一個 脂鏈的Alpha Keto Acid Dehydrogenase Compress 這一個Alpha酸 Alpha酸脫氫酸脫氫酶去處理 好 那剛剛看那麼多 是不是都是在講誰要把誰拿掉 誰要把誰加上去 那你是不是就會想到很多各式各樣的災體腐煤 Biotin就是剛剛一直講 第一個它就是攜帶二氧化碳 那在第六張校圖的時候 其實這張圖就已經跟你講了 你不同的東西要帶什麼樣的機團 那這個當然是考試重點 例如說 剛剛講TPP 焦零酸 柳氨素焦零酸 它就是要攜帶這個全機 核化的全機 葉酸就是單碳 然後這個什麼 這Lipoyate 就是剛剛在E2裡面的 就是轉吸機 這張圖當然就是非常重要 好 我們再回來 剛剛想說聯想完了吧 已經夠了吧 還沒 乙溪腐煤焦零酸化碑 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它在生成這個脂質核酸第一步 然後你有口味的時候 這個東西其實的另外一個重點是這張圖 它可以去抑制這個 抑制這個脂肪酸的分解 你今天都那麼辛苦的 做出來的這個秉溪腐煤 就是為了要生成那個脂肪酸 如果還被分解掉 不就太虧了嗎 所以這個東西 它會去抑制脂肪酸的分解 那怎麼抑制呢 就是要用這個肉鹼吸機轉移煤 它會去抑制這個肉鹼吸機轉移煤 怎麼抑制 怎麼抑制肉鹼吸機轉移煤 就因為所有的脂肪酸 要進入立腺體之前 它那麼大的分子 它是怎麼進去的 它一定要通過這個肉鹼的 這個通道蛋白才行 所以它就是藉由抑制這一步 好 那你看到脂肪酸氧化的條件 你是不是就會想到說 那這個是一個跟你的飢餓啊 這些能量有關 前面這張圖是會講說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低血糖的狀況 你產生了這個升糖素 那升糖素就會有PK AMPK的反應嘛 它可以讓這個 以希腐酸氧化的去火化 它零酸化就去火化 所以就抑制了這一步 所以當你在很餓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再把能量拿去生產脂肪酸 應該是趕快的把脂肪酸拿來用嘛 好 那一樣的 你看到這個脂肪酸氧化條件 你就想說那升糖素是怎麼去促進它 把這個脂肪酸讓它叫出來 它就會在脂肪細胞上 藉由這個激素敏感脂肪酶 把這個消化脂肪酸從這個脂肪小D上面叫出來 好 還沒完 秉希腐酶A追化酶 剛剛在講 這一個你要把三碳去氧化這個反應的時候 後面最後一步就是說 我要怎麼把這個轉位轉成一個直鏈的 Sasinio-CoA呢 就是要用這個甲基秉二希腐酶A變胃酶 甲基秉二希腐酶A變胃酶 哇 十二個字 好 那這個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它在氧基酸降解的時候出現過一次 氧基酸降解就是 你要把那個不同一群一群的氧基酸分酸 哪一群是走代謝成什麼東西嘛 例如說這個 4氧酸 結氧酸 100氧酸跟這個甲氧酸 他們最後一步就是會出在這裡 就是這個甲基秉二希腐酶A變胃酶A變胃酶A 他們B12把它最後讓它進入Sasinio-CoA 氧基酸降解這張圖 重點在下面 因為它是一個遺傳性疾病 在講這個第18章氧基酸代謝的時候 就是會有一個這個圖 有很多的代謝性的疾病 是因為這些哪一個酵素出了問題 例如說甲基秉二希酸血症 甲基秉二酸血症 就是因為它這個甲基秉二希腐酸變為它異常 所以它無法代謝這一些氨基酸 這個東西你們之後到了小兒科 還是要再重備一次 那如果現在就把它記起來 每一個酵素出問題 會有一個先天性的代謝異常 我們所有的小朋友嬰兒房出生 第一天要做21項的新生兒代謝性疾病篩檢 就是要篩檢它有沒有任何一個酵素出問題 好 那你有這個甲基秉二希腐酸變為酶的話 它是維他面B12的反應 B12第二個地方出現是什麼 就是同樣在氨基酸氧化這一章 B12出現在怎麼把高半光氨酸 HOMOCTINE把它變回甲硫胺酸這件事情 甲硫胺酸合成酶 你需要維他面B12 當作這一個去給它甲基化的這一個輔酶 對不對 那看到甲硫胺合成的話 你還要想到氨子系代言鹼的合成 這是一個脂肪酸的合成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一樣用到了這個 ADOMET就是這個的縮寫 這個S腺肝甲硫胺酸 這一張圖的目的是要講說 我們有很多需要甲基化的反應 你需要這個S-Adenosyl-Methionine來幫忙 它可以去做非常多的甲基化工作 那它怎麼來的 就是因為你有高半光氨酸 經過維含胺酸B12變成甲硫胺酸 加上ATP才有可能變成它 這張圖非常重要 所以你有這個概念 就是它會甲基化很多東西 例如說什麼 它可以去甲基化這個零子系乙醇胺 零子系乙醇胺 零子系乙醇胺 甲基化就會變成零子系單件 然後就會變成我們細胞膜上很重要的成分 還有 鋼甲基四氫葉酸 是不是需要用到N5甲基四氫葉酸 這個N5甲基四氫葉酸 它的甲基從這邊來的 那這個為什麼重要 因為你就會想到 四氫葉酸 葉酸為什麼要補充 為什麼懷孕要吃葉酸 就因為我們葉酸的代謝裡面 只有一步是不可逆的 就是這個N5甲基四氫葉酸 如果你剛剛沒有高半光氨酸那一步 你的維含B12不夠 你就沒辦法把N5甲基四氫葉酸 變回一般的四氫葉酸 你的葉酸就不足就卡在這邊了 所以那會怎麼樣 你沒有葉酸的話 是不是就也沒有N5N10亞甲基四氫葉酸 所以當然就沒辦法去生成 踢胸腺密定 胸肝酸合成就出了問題 所以會有平血 我們剛剛講了這麼多 我們一次跳了很多張 但全部都是可以藉由一張圖 一張圖聯想到下一個 你看到一張圖 你就去找說它裡面 它旁邊標那些酵素 那些機構是什麼 然後你就去想 在其他章節 是不是有一樣的東西 就會一直這樣聯想下去 我還可以繼續講 只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透明片可能破400頁 所以我們就 我們剛剛這樣走了 大概十幾張圖 複習了一些概念 接下來你每年 基本上一定都可以 對隔兩三題以上 好 第一次 誰把這個零子錫以存氨 變成零子錫氈件 加一個甲基 就是使用這個可以轉甲基的 那個 這個S-Adenio-Methionima 好 在代謝Acytio-CoA的時候 不需要什麼 你P-P-Cab-Acytus 前面講它是糖質新生的 所以在代謝變成Acytio-CoA的過程 就不需要它了 好 PKA PKA就是剛剛我們在講 脂肪酸合成的時候 不是說你生糖素 然後 這個CNP 然後PKA 這樣 所以它應該是促進這個 脂肪酸的代謝 所以你看株選相的明顯就錯了 它是結合CNMP去活化 好 哪一個人不能夠當作這個碳基的傳送者 剛剛那個表格 很多人都可以去傳送一些集團 當然我們的株選相 這個 磷酸 這個叫什麼 P-LP 這個東西它是轉氨基的 跟碳沒有關係 好 磷酸P多全 好 唐植新生的話 你看它叫什麼時候 是不是那些追化反應 追化反應的酵素 那兩個都在考 好 同伴光氨酸Homocytin 它剛剛講過 它是轉成這個甲硫氨酸 所以如果缺乏那個酵素 會有同伴光氨酸尿症 對不對 它們液酸B12這樣 它是messing only 變來的 對不對 欸 各位看一下這一題 這個Homocytin urea 它拼錯了 就是沒有那個E 然後現在基本上 國考生父措字已經沒有用了 就以前可以 但是近幾年的話 你生父那個措字 基本上它都不會讓你過 我那時候就想說 它這個打錯啊 就生父 它還是一樣沒送分 好 你看 剛剛不是我們講這個 腐酶的結構裡面有泛酸 它喝的錯誤 它裡面是 裡面沒有那個 ADP跟Systeam的結合 你還那個結構就知道 裡面沒有Systeam 好 好 脂電氨基酸 剛剛是講我們脂電氨基酸代謝 會有什麼封糖尿症 那些東西 所以它是Lucene S7 跟馬力男孩 它這個一開始 這種最基本的 誰是分支氨基酸就錯了 好 誰最快的CO2 講了 講到爛掉就是生物數嗎 好 這個剛剛我們講 丙銅酸去氫酶的那個複合體 它會放出什麼東西 就是第一個先把CO2拖出來 然後產生引起腐脈 最後用NADH再E3 對不對 好 誰跟調控脂肪的氧化反應最低 我們剛剛那張圖 就是丙溪腐脈 卻抑制肉減細節 那張圖有沒有 CTO-Co有出現 CNP有出現 丙溪腐脈當然要出現 跟NADPH 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 那誰會缺乏就是B12 剛才看來那產生T 那產生胸腺命令 所以平行 好 誰不是會用到的那個COFET 剛剛那個E1 E2E3的那個各種腐脈 就是沒有磷酸P多犬 好 好 然後你看這個TPP 這個 硫胺塑膠磷酸 在這個吹法反應 第一個是什麼 它是攜帶活化的全肌 好 然後Tyrothine 並非Tyrothine產生 那剛剛我們一直在強調 這個S-Adenylmethylene 是假硫胺酸產生的 跟Tyrothine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 然後這個基醇轉移酶 是跟脂肪酸代謝有關 這四個選項 也只有一個選項有脂肪酸 好 然後這個說 這個 在這個Atheto-CoA的這個 它一直在脂肪生成何者錯誤 它叫馬鈴乳CoA 然後它裡面會有什麼 AMP上升的時候 就是活AMP 這是剛剛在圖裡面有的 那這裡面就是沒有 因為DH 好 生物素缺乏就是沒辦法追化反應 誰不產生二氧化碳 剛剛我們不是講說很多脫汗的反應嗎 Alpha-Keto- Alpha-銅二酸脫氫酶 脫氫酶 脫氫酶 它們的反應都很像 都是要脫掉一個追擊 對不對 就是裡面的舉例 就是沒有這個B選項 好 你看這個A 最後產生三碳 要怎樣才能夠進入使用 所以要先把它變Sacenyl-CoA 然後B1都複合體 好 四氫葉酸是善於哪一個合成 剛剛就是講 就是Methelonin 好 脂肪亂合成的限制步驟 就是剛剛第一個 變Melonin-CoA那邊 因為它是重要的調控點 好 那誰不參與 剛剛那個什麼11213的反應 因為那個時候 葉酸就沒有在土裡面發生 對不對 好 脂肪氫酸酸酸 酸血症 就是那幾個氨基酸代謝會出問題 Isoleucine就是其中一個 那個氨基酸代謝 哪一個會變成什麼 就很重要 好 然後哪一個不是 共同的中間產物 草汐乙酸是逆反應才有的嘛 對不對 它不可逆的 所以B選項它就不是共同的 好 你看 N5N1214氫葉酸 參與什麼反應 是剛剛那個氨基酸代謝的土 4氨酸變成這個 乾氨酸的時候 就是會用到這個4氫葉酸 OK 剛剛那個葉酸反應的那個土 好 然後這些生物的這個載體的 這個鏈 它是用哪一個氨基酸 跟蛋白質連在一起的 那土都畫給你看的 都是用Lysin 剛剛不是講說那個BioT很重要 它畫兩張圖嗎 它都把那個Lysin標出來 很明顯是重點 好 浮門A有什麼泛酸在裡面 那如果說 有這個新生兒 它檢查說 它有這些堆積的話 它有些瘋糖尿症 它這個脂鏈的話 就沒辦法使用 就是因為它那個脂鏈 去氫酵素出問題 都畫在圖上 好 那為什麼沒有辦法產生T 就是因為它可能葉酸有問題 好 脂肪酸 它沒有人 然後你看它就有考說 一定多對個三分 大概都是這樣 好 那最後還有一種 就是 剛剛我已經有先提到過 它那個書裡面會有畫一個小翅膀 然後跟你說這個是臨床重要的東西 這時候你就是要對 這個以後臨床的二階的國靠 還是會一直在出現 我這邊舉兩個範例 第一個是脂質的處激症 第二個是在地用路徑 其實就是它這些腦幹脂 沒辦法被代謝的話 是不是就會累積在那些Lysosome 就是你要代謝脂肪酸 需要用那個Lysosome 那它如果在裡面沒辦法 沒有那些酵素的話 它就會有一些特殊的名字 例如說戴薩斯二重症 就是某一個 這個Hexoamindex出問題 所以它累積在那邊 或是像這個法布瑞氏症 Glycosides 高血氏症 這裡每一個病都有一個相對應的 一個激素出問題對不對 好你看像這個就很愛考 戴薩斯的腸症是錯誤 它是這個 它是Hexoamindex的這個酵素出問題 沒有錯 但是因為轉換是Lysosome裡面分解的 不是在內脂肪分解的 所以C錯在這裡 好你看這裡就是考 這個是很多不同的病 每一個病它是哪一個出問題 高血氏症就是 這一個應該是說它沒辦法代謝掉 不是說它的受氣異常 所以C應該就不是對的對不對 好 哪一個是結構蛋白引起的 剛剛BC株都是這些除激症 只有A是跟那個結構有關係的 還有像這個 這個說什麼有個小朋友 有這些問題 那核酸的成績 那這個就是一個黏液除激症 然後我放這題只是想要跟你講說 這題雖然是這個病理的題目 但是你看你如果深化學得好的話 這題一樣你也可以回答出來 C選項是在講別的病 最重要是在講別的病 好你看哪一個是因為過度除激造成的 剛剛都有出現在前面的圖上 就是123 好然後你看有一個這個尼曼匹克症 你會看它是哪一個 就是這個Galcosides 這一個腦肝直面膜代謝造成的 好 代酸二三一直烤 它是Hexoamides 所以不是Galcosides的缺乏 好 所以像這一種就是 它是一種臨床的疾病的話 那就一定是重點 它那個缺少哪一個 所以會有什麼樣的病名這樣子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講這個 在核肝酸的這一章章節 它不是在講說每一個核肝酸 它要怎麼去代謝嗎 例如說我們這AMP跟這個GMP 它是要走變成黃瓢瓶 黃瓢瓶要變成這個 Urease要排出的話 必須要這個XO XO就是這個黃瓢瓶氧化銘 Sensine Oxidase 那我們是不是就有發明 像是Allopurino 這種藥物去防止這個尿酸的生成 降尿酸的藥物嗎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跟臨床很有關係的 你看它的這張體裡面 就畫了一個翅膀 它在說 欸 這裡有一個叫做 尼氏奶罕症候群的 因為這個病呢 就是跟它的再利用路徑有關 那再利用路徑的話呢 就是這個 四黃瓢瓶鳥氨酸 磷酸核糖轉移酶 這個酶如果出問題的話 它就沒辦法讓這一些 這個黃瓢瓶 跟你原本就有的PRPP結合 然後回收利用 那所以有這些病的話呢 你就會產生很多的這個新的尿酸 那所以你看這個 這個這題就是會一直很常考 哪有跟尿酸堆積 跟痛風發生很有關係啊 這個尼氏奶罕症候群 何者錯誤 它就是一個補救路徑嘛 Cyvage pathway不是Denover pathway 它會有很多的尿酸啊 缺乏什麼酵素啊 然後它是因為這個 欸 何者最可能導致痛風的發生 對不對 它都直接這樣考 還有說欸 有一個人 他有這個Sense Oxidase 他要吃什麼藥啊 要去抑制它 欸 尼氏奶罕症就出來了 它會因為沒辦法走這個補救路徑 所以朴玲會一直去生核層次 他就沒辦法再利用的路徑 把它救回來嘛 然後痛風 Alo-Purino的話 為什麼它不能夠直直發音反應 它是在那個舒緩的時候 用的它不是急性期的時候 急性抑制發音還是要用NC的類 好 你看這個 這一病真的是一考再考欸 那就是沒辦法用Savage pathway嘛 好 如果這一題我會放的話 是因為它把這個選項出在 它把這個效果出在選項裡面 它實際上這題是在考血友病 會影響APTT 只是說 你看這個是臨床喔 這是醫學4喔 你以後到了那個小兒科 你又要學一堆的這種遺傳疾病 然後到時候你又要花時間去想 那這個B選項效素是什麼 如果你一開始生化學得好的話 這裡你就直接秒殺了 好 那我們剛剛就把所有的這個 我覺得生化圖片閱讀的方法 稍微介紹了一下 各位有拿到這個答案過嗎 有沒有傳承到你們這一屆 就是在剛剛不講說 有那些小標誌的 就是生化的裡面有臨床重點的小標誌 就是它是跟一個疾病有關嘛 那很多時候那個人民疾病 像剛剛那個泥市南海症候群 不知道在幹嘛對不對 所以我就有整理一個所有的人民 以人民為命名的疾病 那裡面當然不只是生化 因為病理更多嘛 內科更多 如果說這是生化有提過的 我有做一些顏色的標示 各位可以拿來參考一下 好 那我們再來複習一次 整個生化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它這個機制 所以它已經把它畫成一個很精美的圖了 你更應該去好好讀這些圖 那這些圖的話有四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你同一個章節 你把同一章裡面的東西 你一次排開來看 看同樣的位置 它改了什麼酵素 或者是說 你這一章裡面 同時畫了很多的 誰變誰誰誰變誰的路徑 你就把這張圖裡面 所有的酵素都記起來 它可能考了很多次一樣的 利用這個考題搜尋的方法去確認 然後不斷聯想 你看到一個 你要去想想看 這個酵素是不是有在其他地方出現過 一起複習跨章節的複習 最後就是如果有臨床的標誌 你一定要知道這個是有哪個病造成的 要結合臨床 那分子結構圖重要不重要 根本現在不是考有機化 不是有機化 你不需要 有些圖它是畫給你看說 它我們目前的電子顯微鏡 或是已經找到它的結構 那真的不重要 分子結構不重要 反應機構 就是也是有機化的東西 什麼哪一個氧攻擊哪一個碳 所以它可以共振什麼的 那個你很有興趣再看就好了 你根本不需要知道 有機化的反應機構是什麼 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這張圖如果有畫出 各種輔媒輔音子 還有它的臨床醫 這才是重點 對不對 好 OK 那如果說 它考了一題 根本就不是在圖上的 它是在內文裡面的那種 沒有圖怎麼辦 你就是 記住考試的訣竅嘛 三長一短選最短 三短一長選最長 如果還是答錯的話 它是用內文出來的 它不是從圖出來 代表說這件事情並不是很確定 所以它沒有畫成圖 可能就是 老師看到教科書一段文字 他把它音翻中 他可能沒有時間去看上下文 這種時候 就很有機會可以深附過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去年的這一題 這個東西說 為什麼這個蛋白質可以鑲嵌在膜上 是靠哪一個人幫忙的 這個東西完全沒有任何一張圖 講到這個完全沒有 純粹只是因為教科書一段文 有一段話講全Slow cone 它可以幫助這個蛋白質 它經過這個內直網 然後讓它折疊出裡面 輸水性的螺旋的地方 讓它之後可以更好的鑲嵌膜上 於是 這個是不是就有生素的空間 這個話就送分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生物裡就是說 它並沒有說是什麼膜 對不對 我哪知道你說是內子網的膜 還是細胞膜的膜 你細胞膜的膜 是不是需要這些 這個 這種Glycocylation 跟IFIDlation 就是這種橋接 對不對 它這種單純靠內文 你沒有一個明確的圖的話 不是一個很明確的 你那個蛋白質 你隨便上網搜一堆人新的研究 跟你講蛋白質有什麼其他的功能 馬上就可以去生物成功 OK 好 那我們第一堂課先這樣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聲響這個病理的部分 那各位剛剛如果前面有進來的話 可以先掃這個QR Code 後面進來的話可能沒掃到 待會我們會利用裡面的檔案來做示範 各位可以先下載一下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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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